好的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GYT对阵MLT的第一局下半场 地图是月亮盒 那这边棉老头上场搬掉了一个医生 之前也是对阵GYT的求生者 他们专门拿了一手医生来针对棉老头的封印 是打了一个四跑这里 把你医生给搬了 我存滑流现在对吧 我承认你这个医生这个体系打得很好 那没关系 我把你给搬了 慢慢来 虽然说你们这套支队物对吧 打封印很有经验 然后每个人都躲得很好 能够突破掉我这边的第一轮的一个滑墙 但是其实这套这种人往后打 更多的看点还是在于 祭司和先知的一个发挥 因为这两个角色是不怕耗的 这两个角色是耗得起的 都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环保的求生者 不像对吧 用兵前锋用完了之后只能翻箱子 那就慢慢的耗吧 作为封眼的话 这样这局应该是一局疲劳局 我感觉这局至少得打8分钟以上 上来就是先把电击给封了 慢慢的找机会 能滑一点试一点 这边能滑到最好滑不到 反正也是尽量的去消耗这边穷者的道具 特别是在中期的时候如果说超频一开 那这边拳锋和用兵是必须交道具来进行一个突破的 一定要突破掉他这边的一个防守 突破他这边的一个滑墙 穷者这边上来也是不着急的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GYT的穷者在打封眼的时候 他们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前期不着急 我慢慢的先把在有威胁的情况下 先把你的能量耗尽 耗尽了以后再跟你来打 封眼这边是找到了先知 不过有鸟的先知你一个纯滑流的封眼来追 也不是那么好抓的 这边的板子还比较多 但凡这边有一个加速什么的 拉一个点的话 封眼追起来还是蛮吃力的 更多的我觉得这传过去 传过去到先知脸上有点亏 还不如不传的 对吧 先知还希望你能过来 你来抓我好了 你一抓我你就没有时间划墙 那么我这边一边吸鸟一边溜 到时候鸟一顶 好这里再进二楼 往鬼屋里面走 绕一圈再吸一只鸟 慢慢的跟你磨 然后你要划墙了 我就回头吸 这边是封住了一段 那先知这边有机会再打一道 这一波的一个封路还是挺好的 不过这里的一个位置上面 好像是有机会能穿大洞 封眼提前再交一波墙 想要通过划墙来把这边的先知滑倒 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滑倒的话 他将会抓到一个大机会 如果没有机会滑倒 那么求生者有可能 这口气是可以续上来的 两个人先穿一个小洞到河对岸 然后如果你追过来呢 我两个人穿大洞 你反正没传送 好 走 先知这 这是什么情况 这 这解说不下去了 我已经想不出来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这先知说来打我 封眼说好的 上来一刀 没了 这 这难道是一个对吧 战术性吃刀 然后救完人以后再溜 刚才这个洞 是不是被祭司抢了一下 不清楚 反正这边傭兵被滑住了 傭兵被封住了 这边先把傭兵击倒 那有机会能打一个双倒 先前方这边一波做 干扰一手 让先知有距离拉 有拉开距离的一个可能性 先知这个是一刀 一刀滑倒的一个 一墙滑倒的一个血线 这个血线还蛮危险的 这边再来找机会打前方 呃 这个局打到这个层面 求生者有可能会一波被摁死啊 这真的一波一波推死了 两个救人位可能都要倒 倒了以后 我甚至不用着急去处理这个先知 我把这个傭兵先挂上 然后通过滑墙来找先知 把这先知给滑倒就行了 完全不急的 这里傭兵挂上 然后祭司外面点电机 我只要控着电机就行了 祭司虽然说是个满血吧 但 哎 找到了 先知 祭司也看见了 那两个人的位置确定 只要慢慢的耗就行了 这边一个500点能量的超频 这先知应该是走不了的 这个位置 一封 回头 再一补 好了 这人没了 前方这边如果能交字摸起来 一波撞就好像还行 要来一波撞就才行 看下前锋 前锋这边也被发现了 再一滑 前锋马上要倒 这里只能是安排祭司来救 看见祭司了 先滑一轮 再打洞 过来 防守吗 这边想把两个人都滑在里面 祭司 这里要倒 祭司要倒 这个祭司 看一下他们打洞出去 手上还有一个洞 但是没有能打洞成功 但是佣兵被救了下来 这边分析一下 二挂的 这个 二挂的佣兵 二挂的先知 一个交掉自摸的前锋 血线都非常非常的残 求人者现在只剩一口气 这两个人要赶紧摸好 这边是把前锋摸好 然后让前锋来准备救一波人 佣兵这里想要把这个电机的能 这个控制台的能量给消耗掉 但是自己被封住了 佣兵可是上过挂的 前锋这边赶过来准备来救人 先知滑一道就死 这里防 拉了一道非常长的防线 我们可以看到前锋是完全过不来 前锋这边无路可走 传送过去找先知 祭司将过半 然后这边传过来管住 把先知先给挂了 这里把先知先给挂了 二挂的先知上挂飞的祭司 哇这个局电机不够啊 差两台 这两台电机司三个人 摸完血 这先知就已经没了 而且先知没了以后 求人者后续是打不太动的 这把还真的是 就打封眼这种换神级的屠夫呢 真的是不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还是先知第一波给了机会 第一波不给机会 当时封眼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连环节奏的 这里应该是将前锋击倒 一道没划中 好像差了一点点 好先知这边是被挂飞了 乍点 我觉得这个局偏向于一个四抓 偏向于一个四抓 不过当然刚才没有滑倒这个前锋呢 还是有点亏的 如果滑倒这个前锋 基本上这个 保三针四 现在的话 求人者还有一点点机会吧 还有一点点机会 因为毕竟有球 然后还有这个护臂 可以突破一轮 但是封眼的话 这边如果能做到就是 以防守为主 然后求稳的话 我觉得三抓肯定是有的 因为这边毕竟有一个上挂飞的祭司 然后还有一个焦点自摸的前锋 这两个点当中只要拿掉一个点 求人者后续就等于说断条腿了 祭司拉大洞 这边想要滑吗 十秒钟有传送 十秒钟有传送 祭司传走 这里两个人 前锋跟祭司碰头 这边来找找找 看足迹 祭司打洞 找到了这里的佣兵 佣兵被滑 哎呦 这能量还是有 能量还是有 但凡有能量的话 看一下这边再来找 前锋这里也是被摸好 那么穷者现在能喘一口气 有一口喘息之机 因为他们的血线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就还能往后打一打 封眼这边就守着这一台遗产 这台大遗产一定要守住 然后逼你们外面重新修一台 通过外面重修的电机的一个时间来找突破口 毕竟手上面传送是已经好了的 好这边直接选择 直接选择船 这台电机就放出来了 在外面的话 佣兵有护兵 前锋有球 其实也没那么好打 刚说完这佣兵挨了一刀 佣兵二挂 祭司 这里前锋是跑过去准备补刚才祭司的遗产 但好像是被发现了 这里到封住佣兵 防佣兵的谈 防佣兵谈货币 佣兵这边还是找到了机会谈 祭司这边再拉一个洞 各种掩护洞打好 这样的话一旦你有想要来封我的一个意思 我直接是打洞走 差就差一台电机了 祭司这边看一下 祭司想要点 点不掉 那这边二挂的佣兵可以先挂上 50秒以后有下一个传送 这台电机还是开不了 这台电机该开不了 只要开不了 待会儿滑倒这个前锋就是一个死抓 旧的话 我觉得只能是祭司靠自己的洞躲掉 然后趁风眼的一个能量真空气 看看有没有机会把电机修开了 这边是祭司想来救 上挂飞的祭司 上挂飞的佣兵 两个人在穿洞走 先把洞打了 这边可能要开一个摄像头来找人 哇 这三个人全部快要 没有东西了 只有前锋有球 祭司现在没有动的 滑一到人就没 找角度 开超频 封 上挂飞的祭司 有没有能不能走 哎呀 走不了 走不了 这先把祭司挂飞 他这边先把电机封住 先把电机给封住 然后过来挂祭司 并且这个位置的前锋想救都救不了 撞都没角度撞 那这边进不去 进不去 他进不去也没关系 等等这墙削了就行 这里是前锋来了 哎 前锋想要来搞事 这前锋你可是没自摸的 这前锋万一倒了 这个局就四抓了 不过本身其实打到这里的话 以棉老头的经验 再加上他的一个操作 其实抓到这一波机会的话 求人者确实没有太多的机会 哎 这边有没有机会打个洞 一个洞 穿过去 好的 那这边由于刚才的这个墙 没有能够直接让人把这个祭司牵起来 这里又找到一些些机会 又找到一些些机会 现在一个上挂飞的祭司 硬追硬追硬追 没有板子了 没有板子了 这翻一个窗加个数 还在往前走 两个人强点电机 这不会要翻了吧 一刀倒地 赶紧划墙 在电机差了大概五秒钟左右 在电机差了五秒钟左右 先把这个电机给封住 把人 哎呦 这里前锋来了 前锋来了 前锋来 这里要管前锋 傭兵 再等等等等 强销了就可以过来把这电机点开 如果这电机真点开的话 这局搞不好 还真有机会啊 还真有机会 很急很急很急 用并跟着点 牵起来 前锋没机会 但是这个位置 电机是已经压好了 看一下前锋有没有神奇的一球 把人放下 把人放下 这把人放下 要出事啊 我去 怎么会把人放下呢 你把人挂飞了 不好吗 那不好说了 这个局 这个局打成这个样子的话 有可能要不让球手翻过来啊 好了 现在在前锋还有一小段球 祭司拉到起点去开门 然后如果门能开接个大洞 搞不好 可能要三跑啊 这一波 只能说那个墙 棉老头不够坚决 当时要是对吧 把这祭司挂了 也就挂了 他还是有点忌惮前锋的一个干扰 这边找到了祭司 祭司是脚掉自摸的 能不能滑倒 没有 还有能量 还有能量 但是看不见了 这个摄像头 再换一手 再来找 现在这个祭司很危险 守着一边的门 然后祭司好像 有没有机会能拉个大洞 待会看有没有机会 能拉个大洞什么的 一旦拉个大洞 就基本上活了啊 因为祭司一旦有个大洞的话 他也没有残饮 传送过去 这边的能量消耗空了 好那还是要处理掉这祭司 处理掉了祭司可以啊 至少保平能保下来 祭司开车了 哎 开车了开车了 走兄弟 拜拜了你嘞 那这边要来 哎 这边划墙 等 等你过来 一道 好的 划倒 但那边的门能不能开 很急很急很急 前锋 优优兵两个人破1 7% 好像能量已经是被耗空了 这里觉得好像是要保平了吗 哇 祭司的话就是保平了 哇 这个局打成了一个平局 不会吧 门开了 那走了 我的天哪 这 疲劳局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